带小孩逛超市 结果孩子一拿就拿 涨价中的苹果 南韩这位爸爸真的买不下去 小孩喜欢吃的买不起 实在是因为苹果长太凶了 一袋1.5公斤重的苹果 要卖23900韩元 合台币568块钱 是三年前的三倍价 涨得不止这个 虽然南韩四月通膨率终于回到二字头 但是生鲜食品费用大涨19% 根据韩国消费者院的最新统计 上个月的饭卷价格涨到了3362韩元 合台币80块 和去年相比涨幅达到7.7% 另外像是炸酱面 刀削面 泡菜锅 冷面 价格全部都比上个月贵 南韩民众爱吃的章鱼 也因为产量减少 变更贵了 从苹果到海鲜价格 今年都在涨 更雪上加霜的是 之前因为选举动涨的电价 可能也hold不住了 韩国电力公司表示要在2027年 偿还43兆韩元赤字问题 势必得调涨电价 这对于要养房的民众来说 又是一笔开销 尤其现在南韩房价居高不下 以南韩独有的全租金制公寓 也就是说缴房价的七到八成 和房东租屋免付月租金的制度来说 地点在首尔市区外 一小时的恩平区 25平大的公寓 全租金的签约成交价 已经来到了7.5亿韩元 和台币是1780万元 而全首尔的全租市公寓 本周的价格又比上个礼拜 涨了0.07% 而且这是连续第52周上涨 也就是已经连续一年都在涨 生活开销比以往更沉重 但是南韩的就业市场 却出现了青中年就业减少的异常状况 劳动市场的主力群 可能因为景气差 就业环境不佳等因素 人数持续变少 取而代之的 反而是60岁以上的年长者 重返职场 每天都搭地铁 也怕怕燥 像是这位以及70岁的老先生 他不是单纯的显晃 而是在搭地铁当引发外送员 你好 我每天都要四万元 5天才会出现 2、3万元 2万元 我每天都要辞出 每天都要辞出 辞出 我自己的心理 最重要是自由 由于65岁以上的长者 可以免费搭地铁 就有业者想到 可以请老人家来当外送员 像是这样子65岁以上 还想要回到职场找工作的 大有人在 像是这名69岁的阿嬷 她还想要找解说员的工作 兴致勃勃地要参加培训 毕竟预估南韩65岁以上的引发族 会从现在占总人口的19% 增加到44% 大家都想要加减赚点退休后的 林佑前 补贴高通膨下的物价差距 TVBS新闻 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